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,黑韩事件连环报。高雄市长韩国瑜近日被说花天酒地,到女友人家过夜打麻将,韩冰飞轻生等。韩国瑜着重话表示,抹黑该适可而止,并质疑蔡当局公权力当打手。前国民党立委孙大千提出五大疑点,并直呼有没有这么巧。韩国瑜就突然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烂人。 报道说,打韩小组无所不在。上从蔡当局,下至地方,似乎有组织,系统布局,打韩,黑韩,灭韩。对此,韩国瑜左表示,这两年来他经历非常的多,但上周又有人说二十年前他喝酒首放呢。现在又说二,三年前他睡呢,我觉得这些抹黑应该适可而止。对此,孙大千在脸书撰写有没有这么巧。 韩国瑜就突然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烂人一文,并列出值得思考的几个疑点。包括一,这些看似八竿子扯不上关系的人士,为什么突然都有志一同地对韩国瑜发动攻击呢? 二,到底是谁在扮演幕后导演的角色,源源不绝地提供黑数据来栽赃韩国瑜呢? 三,是要花费多大的资源和财力,才能够动员如此众多的江湖高手联手围剿韩国瑜呢? 第四点,是谁把简条警政机关在侦办北农案件时的调查内容,泄密给名嘴来抹黄韩国瑜呢? 五,能够投入大成本,进行大计划,号召大卡斯来推出年度灭韩大戏的制片团队,恐怕也绝非等闲之辈吧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